今天是3月3日 星期三 是3月份第三个交易点 市比较反复 事实上由上星期一开始 香港的股市已经是梅花间足 日升日跌日升日跌 换句话来说 未试过年升两天 亦未试过年跌两天 而更重要是什么 升的时候 股市的成交金额略为收势 相反来说 跌的时候成交金额是比较大的 简单说 跌的时候沽盘是比较主动 到市涨的时间 资金是比较保守 技术上来说 经过昨天的下跌和今天的上升 3月份市初步呈现先低后高的形态 由昨天的低位28,957 到现在的29,850 或者860 技术上大概有900点波幅 但问题是大市是否真的 已经完全摆脱了进一步反复的风险 我们要看20和10天线 行此一定要成功回到20和10天线流上 才可以摆脱进一步下限的势头 还有一件事 由2月18日开始的所谓技术上的消化 很大机会是一个中期的消化 所谓中期消化 不是代表大市会跌很多 而是代表大市周期性的消化 可能有3至4甚至4至6个星期 期间来港指数会持续反复在 31,183点到28,957点之间 等待进一步明显的突破